长辈们常说,过了腊八就过年 适逢昨天是农历腊月初八腊八节 中国各地举行了大大小小的民俗庆祝活动 提早感受农历新年气氛 腊八节这一天自然少不了吃上一碗热腾腾的腊八粥 如果可以分享这份福粥就更具意义了 一起来尾随镜头看看中国人怎么过腊八节 农历12月初八是华人传统节日腊八节 民众在这一天吃上一碗腊八粥 一是为了庆贺佛祖成道 二是为了屈温迎春 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和实践佛陀慈悲的精神 主父们一大清早就打点准备 用五股杂粮,微火熬炙,味香料足的腊八粥给家人 腊八粥寓意义来年日子平安圆满,如意吉祥 除了和家人共享福粥 也有民众在这意义非凡的节日 冲当义工,向其他市民和老弱群体派发热粥 送上暖暖的春节祝福 家长也扶老学幼 参加腊八节民俗活动非常热闹 我今天和妈妈一起来到这儿 做了腊八话,唱了腊八歌,喝了腊八粥 我终于知道什么叫腊八节了 吃过腊八粥象征农历新年开始倒数计时 被蒙古的部分火车班次还特别为乘客送上腊八粥 让各位提前感受春节气氛